選前之夜準備好 要怎麼跟韓國瑜一起度過了嗎 穿韓式的藍襯衫這還不夠 如果能頂著一個禿頭進場 當然更應景 可是不敢踢禿頭怎麼辦 不用擔心 手機的軟體現在幫你十秒鐘 就可以變禿頭 打開手機軟體 對著臉照一張 再把眼睛 嘴巴和耳朵的位置給對好 就可以馬上製作出一張禿頭照 可以用來當臉書的大頭照 來表達對韓國瑜的支持 很多人一定也想在選前之夜 用禿頭的造型進場 因為韓國瑜在鳳山造勢晚會上 講了這段話 選前最後一晚上 我正式徵求一百個禿頭 跟著我一起進場 照亮高雄好不好 照亮高雄 相約一百位禿頭一起進場 這還不夠壯觀 如果一百個禿頭 大家不過癮的話 我們就正式徵求 三百個或五百個禿頭 在選前最後一夜 一起進場好不好 好 韓國瑜加碼號召五百位禿頭 在選前之夜一起進場 資深媒體人何啟勝 也剛好在日前發起活動 替禿頭騎加油 比較詭諧 逗趣或者比較新鮮的一種方式 然後提醒大家能夠關注 我們的活動 進而關注這樣的一場 可能為台灣帶來改變的一場選舉 活動發起之後 得到不少網友的響應 紛紛把大頭照換成了禿頭照 何啟勝自己當然也不例外 所以我們如果說是下午四點成為禿頭 那麼七點來進場的話 我們當天將會是禿頭界的菜鳥 自從韓流席捲全台 就有許多民眾替禿頭 趕上這股禿頭風 現在禿頭成為韓國瑜 禁場的指定造型 也將成為高雄選前之夜的最大亮點 記者姚立強王一仲台北報導 先開始